大家中午好,感谢大家收看GoMax美日财经快讯 今天是4月12号,星期一,我是JK 上周五我们看到美国股市依旧非常疯狂 标普500指出创出历史新高,突破4000点整幅大关 那么黄金也是顺势上涨冲破了1740美金 那么白天的时候黄金、石油有所回调 目前依旧是价格比较坚挺 澳洲购股方面上涨幅度比较大的 在上周也是Kogan类似的这样的下跌超跌股票 那么在今天呢,锂电池类的股票上涨幅度又比较大 像PLS 那么中国股市方面开发以来呢 上涨出过1% 创业板临涨 那么受阿里巴巴监管的消息呢 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在中美现在贸易战比较激烈的情况下 或者是中概股在美国前段时间被错杀 跌幅超过50%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阿里巴巴作为中概股的龙头 却被中国罚款180多亿 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中国政府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图呢 其实在我看来呢 中国目前的做法是比较公允的 因为呢 第一点呢 在过去啊 美国证监会要求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呢 提交一份报告 要在三年内完成这份报告 内容是什么呢 是要求中国的上市企业公开 其与中国政府的内在关系 也就是说你在企业内部 如果是有共产党员 如果是有一些其他的 比方说书记啊 这样注入的这样的角色 那么一定要报给美国的监管机构 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会让外部投资者 海外投资者觉得呢 中国的企业都是跟政府息息相关的 甚至呢 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呢 中国市场监管委员会也好 或者是这个此前 根据反垄断法对阿里巴巴 进行这样的罚款 这样的节奏 都会向世界给出一个信号 就是在目前的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下 或者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 要给所有的企业 不管是大的小的 或者是海外的 或者是国内的 一视同仁 大家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一家企业 能够绑架政府 能够给政府施压 所以呢 你只要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不管是垄断法 或者是环境保护法等等 食品安全法 那么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处罚 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 中国对美国的高通公司 进行了反垄断的处罚 当时呢 罚了高通公司在上一财年 8%的营业额的比例 按照这个比例来罚款 那么根据中国的反垄断法来讲 最高上限呢 是罚其营业额的10% 那么阿里巴巴这次呢 180亿是其上一年财年 营业额的4% 因此呢 也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罚款额度 并没有说市面上传言的 比方说马云啊 现在好久没有说话了 是不是受到了 绝对外的打击 并没有 一切都是在比较公平的环境中 进行的罚款的额度呢 也是在合理的区间内 那么对于阿里目前今天早上 公司发布的几则公告 我们能够看到阿里的高管呢 对这一消息是比较支持的 也认为呢 阿里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对商家有更好 更合理的扶持 并不会再像过去一样 让商家二选一 你只能在京东开店 那么如果在京东开了 就不能在我淘宝 或者阿里巴巴开店 让客户二选一 包括在即假日 包括双十一的时间呢 很多商家如果是在京东 做了活动 那么在阿里呢 就不能做活动 这些不合理的策略呢 目前受行政处罚的影响呢 在后面 我相信就不会再出现了 因此呢 阿里高管的强势表态 力挺这次 对自己公司的拔法 也让阿里巴巴呢 得到了投资界的比较认可 在今天早上 港股开发以来 阿里巴巴股价上涨超过5% 反而呢 一些其他类的同行股票 像美团啊 下跌了3% 也就是意味着 中国政府可能在未来 对中国本土企业 在尽管中美啊 这样的不太缓和的局势下 但是依然保持着公正公平的态度 让世界投资者看到中国政府 希望打造一个比较平稳的 公平的市场经营环境 也是因此能够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者 接触到中国的企业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阿里巴巴背后第一大股东呢 其实是软银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 目前的处罚啊 这次的罚款额度也好 罚款的时间也好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出人意料的事情啊 基本上能够符合目前的中国国情 以及中国政府对海外所展示出来的啊 营造这样市场氛围的一个信心 吸引海外投资者啊就是表明表态 我中国的市场和美国的市场一样 欢迎国际投资者 也欢迎合法的企业来入住 来进行市场上的竞争 那么最后一点呢 我们就是关注一下 最近数字货币大涨啊 数字货币呢 像Ripple已经是涨幅短短两周 时间涨幅接近三倍 从四毛钱的价格涨到了一块三 一块四左右 这样快速的上涨呢 也是受比特币求去的影响啊 比特币我们也看到了 周末的价格是突破了六万美金 基本上下不去了啊 那么也有一些小段子说 做空的机构呢 现在亏损都非常惨重啊 像一些个别机构包仓 已经是亏了三四亿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知道啊 在数字货币价格大涨了 背后呢 有哪些机会 那么其中第一个 非常关键的机会呢 就是芯片 现在呢 我们用手机啊 用车 用智能家居啊 可穿戴设备 都会用到芯片 那么现在芯片的短缺程度 是非常严重的 蔚来汽车呢 在3月29号呢 停产五天 就是因为芯片短缺 那么市面上大部分芯片呢 都被华为这样的手机公司啊 或者是啊 需求方啊 买走了 那么存留的 能够供应这些电动车啊 或者汽车类的 像啊 宝马奔驰 大众这些呢 他们依旧是比较严重的啊 缺少芯片供应 那么芯片一些上市公司 大家可以关注的呢 是像英特尔 那么英特尔呢 叫进化后资200亿美元啊 跟像美国政府的扶持下呢 可能会跟日本政府和同时合力 进行芯片制造的扩展啊 工厂的建设 那么再加上台积电啊 那么是世界上第一大的芯片制造商 也是晶圆芯片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那么它的市场份额呢 或者是出户量呢 基本上是第二名到第十名 加在一起的总和比它还要多啊 所以说台积电呢 在未来尽管啊 它比较倾向于和美国合作 但是呢 美国市场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从商业角度来讲的话 台积电未来的股价呢 依旧还是有比较不错的上涨空间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获得更多的资讯呢 欢迎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小助手 联系方式和我们的投资分析师 分析团队进行沟通 再次感谢大家